警務署署長曾偉紅表示 柳伊都有人發起在聖誕新年期間 在全港各區流動示威 警方是有需要時會採取行動 他又希望社會放下成見 修補因為佔領而令社會撕裂的關係 朱姆霞報特 佔領後連續多日有市民聲稱救物在旺角流傳 警方說會在聖誕新年期間加強報防、維持秩序 呼籲示威者的遊行集會要事先申請 如果出現了違法行為 我們會採取行動會依法處置 我也明白香港市民也希望能夠在普天同的日子 在聖誕也好新年也好 能夠寬度佳節 所以我也在呼籲示威人士 如果你要進行示威的 請你用一個合法和平的有秩序方式進行 佔領期間 無論是市民親友之間 還是警民關係 都出現嚴重分歧 曾偉紅呼籲各方放下承見 曾偉紅又說 因為佔領運動被捕或自首的人超過1000人 警方需時調查 未來會集中調查組織者的責任 NOW TV記者 春武夏 報導 總統 總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